官员说星期天野门武装部队和什叶派反政府力量发生战斗 至少有20人被打死 在这次战斗发生一天前 野门北部什叶派反政府力量领导人表示 希望结束冲突 接受政府的停火条件 然而一位政府官员星期天说 萨纳当局目前不会停止停火 因为反政府武装没有保证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 反政府力量领导人胡塞星期六表示 他同意政府的停火条款 以停止流血冲突避免毁灭平民的行动 他说下一步取决于政府